各位好 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一篇演讲 讲的话题呢 是口译这个行业 它给人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 现在我开始我的这篇演讲 各位好 如果你现在听我这篇演讲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口译的训练的话 那么我讲的话题一定和你是息息相关的 我想讲讲口译作为一个职业 给人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来自哪几个方面 有人把口译的行业视作是语言领域的顶端 或者说语言领域的一顶皇冠 它是很多人仰视的一个对象 那我自己呢从事口译也有几年的时间了 并且呢在过去的这一年里 还专门花时间去进行了进修和上课 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呢任何一个职业 我们先抛开口译不谈 任何一份工作 它有哪些属性会让人感到满意和有成就呢 金钱的报酬当然是不得不提的一个方面 因为如果一份工作不能给人足够多物质的回报的话 通常在今天这个社会 它是没有办法吸引到足够多的人去追求这个行业的道路的 但是呢今天我重点想讲的不是金钱 而是精神层面的追求 在有了一定的稳定的报酬之后呢 人们通常希望从工作当中得到更多的满足感 甚至呢希望享受自己的工作 我不知道各位是否有听过身边的朋友 他们工作非常稳定 甚至呢可以说是光鲜亮丽 但是他们自己并不享受工作的每一天 因此呢经常想着要辞职 那么这就让我想要探讨到底什么样的工作 是让人不想辞职的呢 我觉得有三个要素必不可少 第一个要素是工作的性质应该充满某种程度的挑战性 这种挑战性呢能给人带来征服的乐趣 和自我实现的这种感受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在超市每天做着同样工作的收银员 他的工作呢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并且呢不会每天都遇到新的挑战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做这样工作的人难免就会感到厌烦 同样的例子在白领的行业 其实也不胜美举 很多人呢都觉得他们的工作 没有给自己带来这种创作和创造的空间 因此呢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想要辞职 过去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呢 它是对人的身体和力量有挑战性的 但是生活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呢 可能更多的我们当中更多的人 会把这种挑战理解为智力层面的挑战 或者说让自己呢每天都去学新的东西 在很多的白领的行业呢 你也听到人经常会说 我的工作其实不错 收入比较稳定 也不是特别的忙 可是呢我觉得学不到新的东西了 因此我想辞职 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是与人沟通 这种沟通呢既可以指和自己的工作的同事 上下级之间的沟通 也可以指跟自己的客户之间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可能有很多的工作呢 他们的报酬是不菲的 并且其实充满了这种智力层面的挑战性 比如说数据分析员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 其实还充满挑战的工作 可是呢他的从业者并不是特别的快乐 因为很多人 比如说程序员是我身边比较多的例子 他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与人沟通 那对于内向的人来说呢 也许他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但是对于很多性格外向并且渴望与人沟通的人来说呢 在工作当中得不到这样的机会 确实是一个很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也很多人因为这个呢 去寻求职业上面的转型 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 大家可以想想那些 类似卡车司机 邮递员之类的工作 他们工作的大多数时间是独处的 因此呢 没有足够多的机会和人沟通 那么下班之后呢 也许就觉得好像一天下来 还是欠缺了点什么东西 久而久之 也就失去了对自己工作的热情 第三个不可或许的要素呢 是自己的工作应该 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人服务 并且很重要的一点呢 是这个从业者本身 应该能够看到 直接的看到自己工作的意义 和给外界带来的这种改变 某种角度来说呢 这是利他主义的体现 但其实他也是利己主义的一种体现 听说过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层级理论的朋友 可能知道 在这个人的精神需求的顶端呢 是自我实现 这种自我实现 放到这个日复一日的工作当中呢 其实他就是在于 让你能够看到自己的工作 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用何种方式让世界变得更好 很多在很大的大规模的跨国企业 或者是各级政府工作的朋友呢 都会抱怨自己 看不到自己工作的成效 因为这样的组织过于的机关臃肿 或者是充满了繁文乳结 最后呢 让每一个充满才干的人 都变成了庞大机器当中 小小的一颗螺丝钉 久而久之呢 人们也就开始厌倦这样的工作了 甚至呢 有很多的人会选择退出这样大的企业 而去加入一个小的组织 小的机构 或者是自己进行创业 因为他们觉得在创业的这个海洋里面呢 更能够自由的翱翔 并且更能够看到自己所做的每一点工作 这个带来的直接的影响 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结合刚刚我讲的这三点要素呢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口意这个行业 我觉得口意 其实它一个 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载体 它包含了以上的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首先它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许多从业八年或者十年以上的口译员呢 会说自己在语言上和在口译的技巧上 都已经炉火纯青了 可是呢 因为很有可能遇到的每一个会议 或者是每一份工作 都是一个新的主题 农业啊 渔业啊 机器人啊 那每一周呢 都有可能有新的领域 和新的这种需要学习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不断的学习呢 就给人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而征服了他们这些挑战之后呢 就能得到很大的成就感 第二 与人沟通 这就更不言而喻了 因为口意这个行业 口意这个职业存在的意义本身 就在于帮助那些不能彼此沟通 有语言障碍的人去进行沟通 可能一天的工作下来之后呢 口意员会感觉口干舌燥 身心俱疲 但是呢 心里面却是充满了成就感的 因为我们体会到了促进沟通的乐趣 第三个要素呢 是对他人的服务 和对这个 和对自己的这个工作 成效的一种直观的直观的感受 这一点呢 在口意员的身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当你口干舌燥的工作了一天 最后呢 双方终于签订了一个商业的这个意向 或者是呢 最后 最后呢 因为你的服务 而让更多的人理解了某个会议的进程 当他们向你抱以微笑 或者是在会后过来和你握手 向你致谢的时候 那么那种服务他人的感受 就非常非常的淋漓尽致的得到了表达 说实话 这也是很多行业的从业者 所羡慕的一个地方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这种 立刻目睹到自己工作所带来的影响的机会 最后呢 我想说也许口译工作 它并不适合每一个人 也并不适合每一个语言行业的从业者 它没有必要呢 就是这个语言行业的这个从业者 没有必要仰视口译员 或者是同声传译员 我个人呢 也非常钦佩那些把比译做得非常出色的同事 我觉得他们也很了不起 但是呢 通过今天的分析 其实我们不能看出 如果你是一个渴望挑战 渴望与人沟通 并且渴望改变世界的人的话 那么也许口译对你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选择 需要的只是提高自己的素养和技能 并且等待这样的一个使命的召唤 也许呢 成功的口译员都会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呢 都会说 不是我选择了这个行业 而是这个行业选择了我 今天我就讲到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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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